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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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跟我们一起看天气 这几天天气非常的好 清明时间暖轰轰 请大家好好把握 目前来看的话回暖到下礼拜三 但是礼拜三开始是一个转折 目前整个趋势来看的话 大气都很稳定 不过呢扩散就比较差 好天气不见得有好空气 西班部请大家留意一下 很容易转差 有时候好一点点 但是有时候大多数时间是 差的机会会比较多 那整个呢变化会到礼拜三 礼拜三开始有一道封面会开始接近 所以各位可以看 台湾的上空天气非常的晴朗 非常的稳定 请大家好好的珍惜啦 天气是非常的不错 很难得 这个可以穿短袖出门了 那未来呢要怎么转变呢 大概就礼拜三 整个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 都是很稳定的 有点吹南风 但是风数呢都很弱 那整个的改变呢 会在礼拜三的时候 预计呢礼拜三 各位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道封面云系 北方又有点冷 空气开始下来 那目前来看的话 大概是礼拜三的时候 会接近到台湾 所以礼拜三的时候 天气会有点变化 但是呢各位知道 这个封面 在这个春天的时候 它的变动空间还蛮大的 我们只能说礼拜三 会有点转东北风 但是它的降雨多少 还有待观察 大概是北部跟东半部 比较受到影响 第一个关心的就是温度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几天都30度了 而且越来越热 请大家注意一下 23到30度 真的可以穿短袖出门了 但是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礼拜三四五 这个温度就大概 大幅度的下滑 没有到很冷 但是其实18到24度 等于是 又会回到这种 长袖的装扮 请大家留意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个几天呢 也容易转为 偶正雨的天性形态 所以这几天呢 请大家多留意它的变化 从这个很热 一下子稍微降 没有特别多啦 5度而已啦 5度大概就是 短袖到长袖的这个差别 请大家注意一下 345左右 然后中南部呢 相对变化就没有那么的大 还是相对的稳定 又稍微降一点点 但是各位可能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那这几天呢 其实整个只有东半部 云量比较多 偶正雨之外 其实西半部都很晴朗 这样的话礼拜三开始 有一点北部跟东半部 转为东北风行的形态 有一点这个偶正雨 中南部都很稳定 请大家好好把握 这三天 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是呢 这两天要注意一下 空气品质 整个西半部 空气品质真的比较糟 不用我说 各位看户外 你这个 有一点这个雾蒙蒙的现象 这个就是空气污染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就是空气污染 敏感族群 请大家多留意 当然有时候会好一点啦 但是大多时间坏 天气的这个情况太稳定了 让这个污染物就容易在这个地方累积 这个北漂上去啦 那这个呢 都是大多数是境内的污染比较多 然后另外呢 这个温度呢 都明显这个回升 都很舒服 早晚都很舒服 礼拜天呢 白天呢 各地都阳光普照 有没有看三十度的温度 西半部一样 空气品质可能会比较糟 东半部呢 相对比较好 但是这个温度呢 就没有像西半部这么的好 但是其实天气都很好啦 请大家多晒洗一下衣物 所以这几天呢 请大家好好把握廉价最后一天 大家好好把握 这个下礼拜又有一波变化了 跟这礼拜完全不一样 请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Wayda Go 我们明天见